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大多数凡俗人来说也是一样 很多人在梦中常会梦起一场毫不相干的场景 其实那不过是前世的一些破碎的记忆而已 凡俗界也因此杜撰了孟婆汤一事 传闻进入轮回的灵魂 必须要在跨过奈何桥之前喝下一碗孟婆汤 正因为修士直到轮回之后会泯灭前世的记忆 很多修士陨落后 魂魄流落在了阴明界却不愿意去轮回 或者说在轮回之前 想尽一切手段护住自己的记忆 不被轮回淹灭 一些强大到极致的修士 可以在轮回后仍旧保持强势的记忆 轮回之后依然是一代强者 阴明界本就是腐蚀魂魄记忆和灵智的所在 在阴明界时间长了 依然会自动去轮回 最后消失无踪 尽管如此 阴明界残留的魂魄 依然是越来越多 此刻在众多魂魄的角落处 一个瘦弱无比的魂魄 正在小心地挪动着 和众多的魂魄一样 他同样不愿意去轮回 因为轮回后 他一样不会再知道自己是谁 哪样轮回与否又有何区别 相比之下 他宁可在这儿 任凭自己的记忆 慢慢被磨灭 有些东西 哪怕多记忆一息 也比什么都不记得 而重活一时来得好 唯一不好的是 这里魂魄实在太多 他想找个空间稍大的地方都办不到 他此刻正小心地往外飘移 在他的感知里 他最多还有几年的时间 几年时间一过 他的记忆和灵智将彻底被英明界的气息腐蚀 自动轮回 他希望找个安静些的地方 然后慢慢去想他修炼以后的每一件事情 想他的娘想问天学功 像他和墨无忌之间的点点滴滴 如果墨无忌在这儿 哪怕这个魂魄已经稀薄的不能再稀薄 他依然可以感受到 这就是岑淑音 和别的魂魄不同 岑淑音的魂魄微弱也极为稀薄 但却完好无缺 并非是残缺魂魄 就在这时候 岑淑音感受到了一种熟悉到让他心颤的气息 那是他的肉身 强烈的激动 让他的魂魄差点散开破碎 魂魄和元神不同 元神可以顿走 魂魄却仅仅是一种精神意念 元神被灭后可以重新凝聚 若是魂魄消亡 基本上就很难再凝聚起来 凡俗人没有修为 此后魂魄大多是茫然的状态 很难长时间拥有记忆和智慧 但修士则不同 他们的记忆不但存在于元神之中 同样长时间的存在于魂魄之中 修士之所以陨落 那是因为元神被灭 魂魄和肉身分离 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肉身 最后自动渗进阴明界 一旦进入阴明界 那就再无法找到自己的肉身 哪怕是顶级大能 也只能通过轮回 保住灵智和记忆的手段 来找回原先的自己 他们一样无法从阴明界离开 寻找自己的肉身 更何况 很多修士在陨落之后 肉身早已被回 也正是因为如此 岑淑音才感觉到了震惊 他居然感受到了自己的肉身气息 要知道 他在修真界外的星空近地陨落 他相信末无忌会抱住他的肉身 但是末无忌再有本事 也无法在短短十数年的时间里 有能力把他的肉身 带来阴明界之中 不过无论自己的肉身 是如何前来阴明界的 岑淑音都绝对不想放弃 他一旦有机会回到肉身 就会有机会苏醒过来 阴明界的魂魄有强有弱 但是魂魄再强 也不过是更为凝实 存在的时间更长 倒不是说的攻击力 只有极少数的魂魄 修炼有独特的魂魄功法 才能拥有强大的攻击力 陈淑音的魂魄稀薄 倒也勉强从众多魂魄中挤了出来 魂魄在阴明界的速度非常之快 就算是陈淑音的魂魄稀薄 速度同样极其迅捷 但是这种迅速一样是有代价的 它会让自己的魂魄愈发稀薄 数天之后 陈淑音的魂魄几乎淡若到看不见 若是陈淑音在一个地方不动 它的魂魄也许可以存在数年 甚至十数年 一旦它如此迅速的在英明界飞速极顿 它的魂魄也许只有十数天 甚至数天就会消散无踪 又是十多天过去 就在陈淑音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 它感受到了一个巨大漩涡 而它的肉身就在这漩涡的对面 这漩涡就好像是让它死亡的地狱 散发出了死亡的气息 陈淑音仅仅是略微犹豫了一下 它直接冲进了这漩涡当中 它不进去也坚持不了多久 既然如此又何必牺牲 一进入漩涡 它更清晰地感受到了属于自己的气息 陈淑音的速度慢了下来 它有些难过 即将遇见自己的肉身 可魂魄却坚持不下去了 而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气息 却它这时候被漩涡带着 融入了它的身体 它的魂魄一下就凝湿了起来 陈淑音激动地再次颤抖起来 它确定了 那一丝气息 的确是从它的身体渗透出来的 而且那让它魂魄凝湿起来的气息 居然是传闻中 九级仙灵草 明心神花的气息 明心神花 还是陈淑音在阴明界听到过的 一些强大的魂魄 曾经说起过明心神花 这种仙灵草 听说这种仙灵草极其难得 不但可以让魂魄凝湿 还可以让在阴明界的魂魄 找回自己的肉身 难道是有人带着它的肉身 来这儿寻它 魂魄一旦凝湿 陈淑音更加心切 它的速度也是愈发快了起来 在陈淑音的魂魄 从消散到迅速凝湿 然后再到急速冲出去的同时 一道隐匿在漩涡角落处的魂魄 突兀出现 这道魂魄 几乎相当于一些较为凝湿的原神 形态都几乎有了实实在在的轮廓 它精益地看着陈淑音的魂魄离开 好一会儿才喃喃自语 竟然是有人用明星神花 召唤着蝼蚁的魂魄 真是太浪费了 一句话还没说完 这凝湿的魂魄便迅速跟上去 它那几乎有了实质的眼神中 还带着一抹惊喜 它感应不到融合了陈淑音肉身体系的魂魄 但是它可以看见陈淑音的魂魄 只要它跟在陈淑音后面 它就可以跟在陈淑音后面 吸收明星神花的气息 壮大自己的魂魄 不 它不用吸收明星神花 只要吞噬前面那个魂魄就行 它无数年躲在这漩涡便是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从这地方进入宁魂仙穷池 遁出一鸣剑吗 只要它能回到仙界 它就有把握为自己重塑身体 别人一个魂魄重塑身体是笑话 它逐来可不是个笑话 它在阴冥界无数年来 不但魂魄没有消散 反倒是愈发凝视 本来按照它的计划 还有数百年的时间 它就足以冲出宁魂仙穷池 如今正好遇见有人 在用明星神花凝聚魂魄 它岂能不跟在后头占些便宜 只要它通过前面的魂魄吸收 不融合这些明星神花 它很可能提前冲出去 陈淑音在漩涡中一路急顿 魂魄是纯粹的一念体 比原神还要虚无 所以魂魄有着天生的敏感性 一般的虚空裂缝 它都会本能地让开 所以在进入漩涡几天之后 陈淑音依然是安然无恙 不但如此 随着它遇见的明星神花气息越多 它的魂魄也是愈发凝聚 墨无忌和别人不同 它太大方了 大方到几乎在这一片区域 每隔一段距离 就又融合了明星神花的气息 那跟在陈淑音身后的魂魄 心中是愈发难耐 它看见陈淑音越来越凝聚的魂魄 心里头好像有一万只毛毛虫在爬 很不能直接踢走前面那魂魄 自己来吸收明星神花 但它也很清楚 一旦它这么做了 它最多只能吸收一次 只有跟在前面的魂魄后面 等它即将冲出宁魂仙穷池的时候 再一口推下它 这才是最大的利益所在 又是过了几天之后 这魂魄的心里也有些犯嘀咕 因为它也有些害怕了 陈淑音吸收的明星神花 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是先帝 也不该有这般大的手臂吧 如果它遇见了一个顶级的强者 它还如何去吞噬陈淑音呢 想到这里 这个魂魄再也不愿意等下去 它要提前吞下陈淑音 只要将陈淑音吞下去 就能融合了陈淑音魂魄内 尚未彻底消散的明星神花气息 说不定 它还能借此感受到 有一丝陈淑音身体气息的明星神花 要是那样的话 它无数年在这等候的收获 还不一定有这一次的收获大呢 陈淑音在殷明界也有很多年了 它不是一无所知 但是它很快就发现了这迅速跟耐的凝视魂魄 在阴民间 魂魄互相伤害太过正常了 更何况 陈淑音非常清楚明星神花对魂魄意味着什么 它更加疯狂地加快了速度 就算是遇见了明星神花的气息 也不再去融合 只是陈淑音的魂魄太过弱小 哪怕它已经吸收了明星神花 但仍旧是远远不如后面追来的那个凝视魂魄 身体的气息此刻传来 陈淑音知道 它即将接近自己的肉身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